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有粉丝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让我介绍一下巴基斯坦的基督教群体 没问题,英文 No problem 乌尔都语Tiget 普什图语Say it 那我的粉丝我从着 把我知道的与大家分享 有机会遇到巴基斯坦的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一句 让他们惊讶一下 巴基斯坦人说谢谢 可以很快的与当地人 减少这个沟通距离 那关注我视频的人 都是爱学习的人 社会大学咱也学点好 学点有用的 闲言少计来说正题 巴基斯坦的基督教群体 你要是跟巴基斯坦 大部分人提及基督教 对方的眼神里面 可以看出来很复杂 如果你跟他们很熟了 他们会给你讲 如果不熟的话 他们也不愿意说 当然对方一定不是基督徒 在巴基斯坦 也一样有地狱黑 人种黑 宗教黑 我们先来看看 巴基斯坦的基督教比例 基督徒约占巴基斯坦 总人口的1.6% 有意思的是 这个基督教徒 大多数是住在庞哲普省 拉荷尔那边 少数人口来自果阿 葡萄牙姓氏的人居住在卡拉奇 没看错啊 葡萄牙姓氏 这些人是葡萄牙人的后裔 这得从葡萄牙入侵印度时期说起 这里我就不说了太长了 巴基斯坦的宗教比例排序分别是 穆斯林印度教基督教 那印度教约占总人口的1.92% 略高于基督教 我们对巴基斯坦人的基督教徒 不能凭自己的想象 要看巴基斯坦人主流的分析 来自巴基斯坦的很多网络媒体论坛 他们对基督教是非常的不友好 只要是发生了不好的社会事件 就他就他基督教干的 就是这样子一种态度 那除了历史原因以外 当年的印巴分治 你包括现在的印度地区经常 传出来对穆斯林迫害的新闻 对不对 印度人信奉神牛 印度的穆斯林天天吃他们的神牛 这不像话对不对 可以预见的矛盾 还有印度政府逼迫这些穆斯林教徒 改信这个印度教 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 让印度教和基督教也改信伊斯兰教 就这种情况下不打才怪 大家可以去想怎么可能不打 那么在巴基斯坦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 这些印度教这些基督教 当年没跑到印度的少数群体 一定是受到威胁的 一定是被边缘化的 老实说 基督教的这个群体 为了为巴基斯坦的社会贡献增不多 大部分生活在农村地区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这个群体对教育问题几乎没兴趣 可能也是被搞烦了 觉得前途无量 我再学习再好 我也进不到那个体制里面去 那个体制是你穆斯林的体制 所以他们也就逆来顺受了 因为没什么文化 也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同样是打工 自然竞争不过这些穆斯林 在社会层面上被鄙视 说白了 这是我们穆斯林的巴基斯坦 我们从印度走出来 就是要建立一个清真之国 在这种情况下 基督教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社会排斥现象 这些人都是从事最基本的 手工啊 种地啊 打杂啊 这些活 想考个公务员 几乎是不可能 除非是在巴基斯坦 还算是有声望的几个基督教家族 也不是没有啊 矮子里总会拔出个将军来嘛 对不对 另外如果你在拉荷尔这些地方 看到路上有不男不女要钱的 那些人当地人管他叫加拿拿 加拿拿人群 你去问问他们 他们一般都是基督教 因为生活压力所迫 以让人取乐生存 但是同时也充斥着危险 我建议大家不要跟他们这些人去太过分了 比如说拿他开心啊什么的 虽然他们是你给钱给他 他们就给你跳舞啊什么的 但是不要太近 因为这些人还是很危险的 那巴基斯坦人说 从事颜色行业的 偷啊抢啊 这些社会肮脏面的事情 都是基督教的人干的 为了防止孩子在学校受欺负 这些基督教家庭会给孩子起一个 看起来是穆斯林人的名字 什么阿里啊 哈桑啊 穆罕默德啊 对吧 避免呢在学校里受到歧视和欺负 还有一个现象我以前也讲过 就咱们这里的地方 有些人在巴基斯坦娶的老婆 也都是基督教的女孩 很少有穆斯林女孩 如果你要一个穆斯林女孩改嫁 那你兜着点 有今天没明天 那么巴基斯坦女孩 巴基斯坦的基督教女孩呢 大部分人家的女孩是好的 但是马瘦毛长 人穷自短 总有一部分人的家长 不管女儿是不是过得幸福 夫妻是不是恩爱 直接下结论 你跟这个男的好不了啊 他没钱 我再给你看看 我再给你看看咋不更好的 他们不在乎嫁多少次 所以我说家庭的思想教育很重要 一代一代下来 思想道德的口子会越扯越大 越拉越大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也是巴基斯坦穆斯林对他们的评价 贪婪 无耻 最后总结一下 都是巴基斯坦人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 在巴基斯坦属于是二等公民 被社会边缘化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及关注 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是可以提出来 那我最近呢 会做一些视频 都是回答粉丝的一些问题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它做全了 然后说的详尽一点 但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叫什么 词啊 在国内啊 不太方便讲出来 所以能讲的我就讲 然后不方便讲的 以后再说吧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